这期视频我会跟你分享 如何用手机拍摄大范围移动延时 各位好 欢迎回到安卖手机讲堂 我是张川波 安卖手机讲堂专注于 手机摄影及图片处理相关的技巧分享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千万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或关注 提到延时摄影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我在第55期视频 也详细介绍过这方面的内容 大范围移动延时 与普通的延时摄影有什么区别呢 通过画面中这两个视频 你能一下子把它们区别开 环统的延时摄影 不是固定机会拍摄 就是在自动滑轨上小幅度的移动 这样拍摄得到了画面 远远没有 大范围移动延时作品的画面冲击力与代入感 用手机拍摄大范围移动延时非常简单 比如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场景 我先打开相机进入延时摄影界面 然后在屏幕上找一个参考点 接下来把这个参考点与屏幕主体某一个参考点重合 点击拍摄 拍摄过程中你要确保匀速平稳移动 同时还要保持画面内两个参考点重合 用了一段时间的拍摄 我得到了这样的画面 虽然手持拍摄会有一些抖动 但是整体看起来还不错 除了手机系统自带的延时功能 一些第三方的APP也支持拍摄大范围移动延时 你可以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 Hyperlapse这个应用 打开这个软件后 我按照前面介绍的方法拍摄一段视频 得到了结果 看起来和系统相机拍到了延时画面 差别并不大 这个应用有一个比较人性化的功能是 允许用户在保存视频之前 自定义视频的播放数据 介绍完了如何拍摄 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些 大范围移动延时的常见拍法 1.小场景移动 你不要以为大范围动态延时 就只能在室外这些空阔的地方拍摄 相反 在室内围绕一个拍摄对象 做小范围平稳的移动 依然能拍出有动感的画面 2.向前向后直线移动 大范围的直线向前移动 伴随着拍摄环境的大幅度变化 得到的画面 能给人带来非常强的代入感 大范围向后移动则相反 能使观众逐渐看到更多的画面内容 一般而言 向前移动要比向后移动 更容易拍摄一些 不过你不用担心 你可以通过剪辑软件 把向前移动的视频倒放 从而得到向后移动的效果 如果把向前和向后移动结合起来的话 你可以拍出这种更复杂更炫酷的画面 3.向心移动 向心移动可能有点难以理解 我指的是你在拍摄时 像圆规一样围绕圆形画圆 也就是围绕某一个拍摄对象 转圈拍摄 如果想要表现一个拍摄物体周围的全貌 向心移动拍摄是非常棒的选择 4.横向移动 很多人在用延时摄影拍摄横向运动时 常见的误区是 画面内缺少一个不变的拍摄主体 如果画面内的内容从左到右一换而过 这样完全没有吸引力 在横向移动的同时 确保某一个拍摄主体 一直在画面内 你得到的视频会更有吸引力 除了前面介绍的四种拍摄模式 我觉得你还不能忽视辅助引导的作用 在拍摄大范围动态演示作品时 拍摄者往往专注于画面内的内容 很容易忽视周围环境的变化 所以在你移动拍摄的同时 最好有人拉着你前进或者后退 这样你可以更加放心大胆的拍摄 从而得到更棒的拍摄结果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关于手机摄影 与图片处理相关的优质视频 请持续关注安卖手机将长 咱们下期视频见